中国经济始终充满活力和韧性 长期向好的势头更趋明显 去年以5.2%的增速 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 随着世界上最大规模市场的快速成长 中国将向世界释放更大的利好 我们将继续扩大制度型的开放 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的企业 提供更为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当前我们已经从23个国家互免签证 并对欧洲等多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 下一步我们还将为各国人民到中国来投资信业 旅游学习提供更多的便利 反对脱钩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 谁试图以去风险之名搞去中国化 谁就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再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能逆转 我们应一起努力推动全球化 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让更多国家更多的人民来从中获益 国家的人民来院长 政治家人比赦 国家人为两个小薪 中国人和国家人名正值 学习 中国子 has the pyn子 学习 在中国有点 在二层生 短